出现入市信号 应该买哪只优质股 富昌证券 升级股评仁 天天醒你选股贴士 还会教你食尽大浪 做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载富昌股康通手机 开户立本 华禁二 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日股评 现在在成交额榜上 最抢眼当然是农夫山传额升7% 还有九指升12% 吉利也不差 升2% 美团也升2% 现在恒指大肆 东征不是很大 今天很窄幅上落 升23点 23,739 其实似乎是喘稳了 没有再跌下去 但未必有太大期望 如果是淡仓 可以摆到什么时候 短线可以试一转 因为始终未必单步 因为现在它来到27,000 这个关口度又站住了 当然不担保不会再跌 23,700 不是27,000 来到23,700 这个墙底度就站住了 难保之后不会再跌 没有太大期望 但始终如果是作为一个反向的 特别是有杠杠的部署 当然是转身 出入 是要快一点 你不像买了正股坐着 这个就是要留意的 但大市又真的动静不太大了 成交榜上 就看看移动股份 刚才有一只狗子 还有农夫山泉 都是大家很关注的两只 今天很异动的 强劲的股份 2689 9指升12% 报10.82 刚才有看过 因为出了业绩 毛利率方面 都有显著的改善 看到今天升12% 报10.82 阿威娘说是否要留意 现在先留意 如果已经有货 如果未有货 我未必会升到这么多时买 但如果你买了 就先拿着它 可以上网多少 小明说 上网了今天高位 今天上去11.12 但暂时未站稳 但都很正常 始终它今天能够 能够突破前顶 10.48 都可以去 继续保持着它 还有 另一只 就是9633 农夫山泉 农夫山泉 其实你看到 昨天 已经突破了 36.3 最前顶 这里的阻力位 都很明显 这两天 昨天开始进港股通 北水就数得很澎湃 下方就看34.3 这个支持位 这个不能游室 穿了就要去止蚀 不过 距离那个位就越来越远 现在上网就看39.4 上网就看39.8 就是首挂的第一厚价 其实刚才五后或者中五 因为我们没有做节目 其实那个时候 你叫做昨天突破36.3 或者今早应都有提 其实昨天突破36.3 是可以买的 但如果你早点点没买 其实它五后又再升多了 升多了 其实就逼近39.8 这个阻力位 今天一度高建39.7 之后就未可以挑战到39.8 但是我还是继续看好的 看好有望挑战 因为这几天北水真的数得很澎湃 看看还有其他留言 大家似乎会有这个有货 如果能够加货的话 所以就是今早和中午可以加 午后都还有一点时间 未升得那么澎湃 都还可以加 现在就逼近阻力位 39.8 反正都已经迫近了 就等它突破才再加 如果到了这个时候的话 因为今天日中也升了5% 反正有货 反正有货 而且因为这个位置 我看好它会冲破 但如果真的冲不破 或者不是一次冲破 所以就要做预防守的准备 所以现在就等它冲破 或者等它如果冲不破 它回才加 然后就说 Amy就说重货 36元有重货 有些心理压力 等升穿39.8毫半再买过 它说有货 要不要先走 低位再买过 这个呢 其实就 其实升穿39.8毫半 你可以这样做的 因为它今天暂时未突破 而也都有机会 这个阻力位 是要先回一回 但也不是一定 我觉得有货 是不需要走的 最多你说上加 现在已经迫近搜刮 开市位39.8毫半 可以等下再加 如果有货 我就觉得不需要走一走 连升了两天都没什么关系 你看到其实这两天 就北水数得很澎湃 其实之前站穿了34.3毫半 再突破36.3毫半就是沉淫 而今天这些就是 再完全是可以上网 Jero也是37元买了 指舍位是34.3毫半 上网是39.8毫半 可以继续看好 其实就是农夫山泉的话 然后呢 就是 再看其他消息 这个是 都不需要去放住了 而呢 看到就 光大都发了报告 就说 给农夫山泉 首次给珍池评级 公司是中国包装 飲料的龙头 是中国包装飲用水市佔了第一品牌 引述这个 Nelson 统计口径 就说 农夫山泉在中国包装飲用水市佔了26.5% 第二 宜宝是21.3% 第三 和第四 第三 就是百岁山 第四 就是康师傅 在这个瓶装水饮用市场 农夫山泉 每支售价是1至2元人民币 这个有个顺正水向天然水的升级趋势 市佔率都持续提升 现在预测顺利是2020年有51.1亿 预计2020年至2022年符合增长有19.7% 这个就是一个分析 就是基本因素方面的分析 但是如果你在说 其实我这一排都是一直在说 如果是说农夫山泉作为一个新股 其实它是上市前已经货源归边 而它是9月10多日开始 横行的时候 9月10日横行左右 其实是一直都有大行在数货 那些数货都不是小的 就是金额 慢慢就吸货 而到这两天就开通和港股通 立即就有很多北水融入 昨天已经是融入北水 一到中段都 你见到现在美市都有一些主动卖盘 但是价格上 其实企都找39元收 都是非常之厉害 今天就是一个大阳烛 都会继续看它破顶 就算今天或者这两天未破到 或者甚至可能有机会 甚至未破到 有机会回少少都不定 但是呢 这个资金真的用得非常之澎湃 你见到它 可以继续拿着 现在这个资金 除了农夫山泉 其实还有一些内循环主体股份 连日都启动 就是这个体育用品板块 现在呢 就都有一只李宁就上了榜 升3%的保35.5% 那这些鞋呢 其实就有 首先习大大 就有出声 就说 就是体育板块 一声零下 这些育股又炒上了 而最新高盛也有发报告 就说 Nike首季的正理 和收入表现就升预期 受惠数码渠道复苏 内地市场就有双位数的增长 公司都会继续推出新产品 高盛就说 大中华市场收入增长 就重新加快到8% 那也都认为 李宁的定位就是理想 受惠品牌的势头 和付出压力减少 那都说 看好几只的 看育股 包括 包括是 李宁安达保性 以及就是这个 偷薄 看看哪个 有得想 不过 现在已经4点钟 进入了竞价时段 恒增指数收报移民 未收的竞价 下报移民3,762点 升45点 那我们现在可以去广告 稍后回来 就看看记者 好 回到节目时间 刚才看到高盛引用Nike的数据 都看好体育用品版块 看看港股的体育用品股 这几只如何 在报告里面都特别有唱好李宁 李宁一直在一个声势里面 前两天 阴烛跌了两天 今天又再弹过 如果 看技术位 看事机上来说 其实李宁是可以买的 你可以用 34.4 来做止蚀位 收市夹的话 然后 这个位置 站稳了开始弹 就可以上网 37元 即是一个前顶的位置 另外两只 就是2020安达 也是 昨天跌远 你可以用76.85 这样看 这里做一个短线的止蚀位 然后 上网 最近的阻力位 都未突破到 就是81.85 其实还有另一只 另外那两只 就是保姓和韜博 就是做代理 313保姓 其实膠头 由于不是那么活跃 两大代理就是 保姓和韜博 如果这样来选 韜博始终膠头 会活跃 会当炒少少少 今天成交也有1.2亿 市原率 也算偏低 22倍市盈率 因为始终 它不是自己品牌 它是代理外国品牌 在内地销售 这个 其实我觉得可以抗 但是 今天充高 回落 未突破到 前顶 10.5 这里 要突破10.5 才买入 这个可以先抗 然后看看 Youtube上面 1055 乌龟说 1055 4.7入 多少 多少钱 止蚀呢 其实今天这个情况 是比较恶劣的 穿了4.57 其实如果你是给我的话 穿了4.57 便会先自已逝 你都问了不同的意见 因为我们的节目都有不同的嘉宾 你问了不同的意见 你就参考一下 看看自己决定如何做 因为 4.57 其实前日已经穿了 昨天就 昨天就再跌了 收4.31 所以前日穿 昨天就走 如果昨天不走 其实你今天 就有少少 会不会是见底的迹象 但今天其实比较代变 上下影线都很长 如果你都是未走 你就再看看明天 因为现在都很劲价 我就会用4.57 接着就是 经讯通讯 Norman说 经讯通讯好像没有负面消息 我是不是问 为什么它会跌 其实这个情况 都挺严重的 很多时候没有负面消息 因为很多时候都未必是看消息 因为消息出来的时候 其实全世界都已经知道 如果没有负面消息 就要小心 会不会是负面消息 是未见到的 因为有时股价 或者有时会先行反映的 还有呢 其实呢 它都穿了些挺重要的关口 你看到它在疫情的时候 就才是2.88 已经是底了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其实呢 今天是一举就穿了 跌了8% 成交有1.9亿 看看它平时的成交量 今天是否算特别多 今天就算比较多 但是又不算是超级移动地多 以这一只股份来说 这一只股份来说 这里不太看得清楚 画不到很大的图 那不重要 你看着呢 其实就是3月的低位 2.88 那这个位置呢 那你可以拉回来 你看到呢 这里是几个都没有钻的 甚至呢 其实呢 如果你再看近一点 3元边已经是一个支持位 那首先 其实它本身就是动力不大 但动力不大 其实你那时候 持住3元边买入 其实都ok 但是现在3元都穿了 其实有货都真的要走 你看到今天的沽额都挺恐怖的 首先本身就不当炒 不当炒的时候 它站得住3元边的 那现在这些位置呢 那么重要的位置都穿了 那就 不要理它 又没有什么消息 都不是看着消息 因为很多时候消息出到来的时候 你知道我知道 就全世界都知道的 但是反而就留意着 那资金的移动 就小心是不是有什么事 那就适而去 走先了 那接着就是 千菲浩华 新股IPO 家和生物会不会带起 1001信达生物破顶呢 那都可以充起一下 整个板块 那不过呢 本身呢 1001都是很强势的 都本身这个板块 就好当炒 那都未必说 一定要它带动才可以破到顶的了 那如果你是现在有货 或者今天买了 这样的呢 那你可以看着 60.5毫半 那或者低位 昨天就是60.1 那你就看着 60.1左右 来做个止蚀位 那然后就可以上去看 它再破顶 就是历史高位 就是67.2 那这个都可以先拿着 因为它就刚刚是回一回 又再去弹一弹 那都可以看看 那跟着 那跟着Maisy呢 他就想研究一下技术分析 那还有只9923的 那他就说 哦 重货啊 那你都拿了多久啊 那9923了 63元重货的 现在是不是在做收集三角形反弹 嗯 其实我又很少说 太去 太过去聚焦研究 那些图的 如何判断这个图 是怎么样啊 名字啊 性各样的 那 还有呢 就 你可以说有这样的机会 还有其实它就 站稳在50天线的 你看到现在就沿着50天线 虽然它这些毛 再很大胆 但都站稳在50天线 我觉得有货呢 可以先拿着的 如果现在来说 你可以用个 用个 就是 50天线 都可以用来做个参考的 支持位 就是用来做指示位 就是用来做指示位的 是不是升到阻力位 57元 应该走光些货 这个最近的阻力位 其实是53.3 那跟着呢 再看上一级 那就是看到 57元是哪个位 这个就不算是一个很大位的 如果突破到53.3 这里 那都又忙再上了 这个是 是的 然后就可以看回 62.8毫半 那就逐级上了 所以现在暂时 我会看着50天线 它又不是说很三角形 其实怎样去 define那个图形 就未必说去 那么重要 我都不是那么 我都不是那么 学院牌的 那如果 所以就 未必一定说 这样 未必一定要 是不是三角形 那就是有机会 你说的情况 但是要看看 它收窄完 是不是就是向上爆 还是向下爆 不过你呢 就说得对就是 现在就在收窄中 那其实呢 就看它爆哪边 而决定你的部署 那它爆上你就继续拿着 它爆下呢 那我会先走 但是呢 如果你由63元一度拿到 现在呢 是不是应该 好像是长渣 我看你这个方法 就 那你看看自己是 是怎样的 就是如果你是 不会止蚀的人 你就看看如何 但是如果这个来说 我觉得适宜是 比较 要动得快一点的 那因为呢 首先 它就被指火源归边 但基本因素上 我觉得是值得看好的 那做一个 是帮 其实它和乐响互动都有关系 它是乐响互动的投资者之一 而且两个都是腾讯概念股 它就做一个线上支付 那都可以看看 会不会蚂蚁服上市的时候 会比较多投资者去留意 因为它平时的交投量 暂时不算很大 至于你说 究竟要不要看保力加通道呢 如果你说以它来说 保力加通道是在收窄的 技术分析 需不需要看保力加通道 其实就 真的有不同的学牌 就算你给一样的 一样的技术图 其实不同的人都可以看到 不同的东西 或者看你去聚焦哪样东西 所以是有不同的演绎方法 究竟需不需要 就好看你 你的风格 我自己比较少看保力加通道 其实就是 但如果你以保力加通道来看 现在 就暂时 保力加通道是在收窄 而且也在贴近底部 贴近底部 你可以看看 它会不会 可以弹上保力加通道的顶 大约就是去到58左右的位置 你都可以尝试去这样看 好 接着就是 OIC 它说 为什么这么多IPO 但是308都不是很升的呢 今天都有升 升1% 368.2% 首先 这么多IPO 应该是市场都一早预期了 很久之前都已经说了 就是说 现在来近期很多IPO上 很多中概股回归 就是陆续回归 但是 由于 这件事都是已知的 也都不是新闻 未必说会为它短期带来一些新的冲击 但是 都会是长远利好的 其实你看到港交所长远的走势都非常之很好 但是 当然 现在短期有些收压 因为都很大程度上 其实 IPO那些都是反映了的 但是 现在在高位置横行 如果你本身是中长远的 可以继续持有的 但是短线 其实已经不是很有动力的 如果你说要看什么位置 要穿才走的 就可以看362元 这里 如果再穿362元 就适宜去止赚 或者止蚀 如果你比较短线的话 如果你高位买了 你又想着长远长渣不走 那你就不用管了 如果是 但是我会选择 是这村362元 就可以先吃虎 那 好 就时间 就差不多 回答到气喘了 因为 我现在一个人说话 戴着口罩有点焦 希望快点可以不用戴口罩 就是 我都说到气喘了 好了 不止了 现在报移民3742点 升25点 刚才提到龙虎山泉 今天收捕39.3升7% 那我们就明天再回来 和大家看市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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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